自己心事当中的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不在了 虽然这个恶业还没有成熟在我们现前的身体 但是它会随着我们的心事而流转到下一时会进入中阴的 比方说因为他人的恶口 所以心生称恨 或者说跟他人反唇相击 这些行动其实都会在我们的心事当中种下业的种子 但是对于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往往是缺乏认识的 所以带着所造的业 我们的心事会进入到中阴当中 这个就是第二段所说的中阴的心事 它会彷徨漂泊于轮回当中的意思 RawanBibha accessing这过程中的人 人这个蘑菇 云菇 车 浏 自的 那我都是在设计方案 但是我都是在设计方案 但我都是在设计方案的时候 也设计方案 我都是在设计方案上 其他人都没有设计方案 在设计方案上 我都没设计方案 我都没有设计方案 但是我设计方案 如果你不是你的, searched峰就不是放 aqui, 就那在哪里放 hab你把某在的 他就是麻將人的存在 del它, 羅rine에게是麻將人的引發 就是直接往前び繞领風 可以讓娶趕走 那唐祐心就要吃這兩個人的一碼 我没有哈孙子要用你做的事 做的事也不够再做的事 那个中哈子的大夫妻子 人家那种人的事 人家的传统 这种人的事 是个贴家的 贵家的所有败 那种人的贴家的贴家 这些人的贴家的贴家 就在那个大夫妻子里面 就在一个人的贴家 那种人都不是一样的 此处提到的中阴心事会彷徨飘泊于轮回 这里的彷徨指的是不由自主 也就是失去了自主权 当我们失去自主权的时候 就会受到外力的支配 是否能够具足自主权 它的差别在于是否有实修 一个具足智慧的人 他以智慧察觉烦恼的过失 所以不会放任自己的心随烦恼而转 这个叫做自主或者叫自在 他会晓得什么是我所要的 什么是我所不要的 我应当要禅修此心跟悲心 我不应当放任自己随烦恼而转 因为如果随烦恼而转的话 我们的心结合着烦恼及习气 就会跟六道的轮回相应 而持续的流转于轮回 所以他说在轮回当中飘泊是这个意思 再来他说上师之也 悲心诉故事 就是上师以他的悲心 利他心来观照 来卷垂念我等众生 那我们所祈祷的是什么呢 是下一句 义无所求 正悟其加持 就是愿我能够了悟 这些世间的累积跟营求 那是不必要的 愿我能够了解这一点 当我们说了解世间的营求跟积攒是不必要的 不代表我们要放下一切生活的物资 过得像蜜乐日巴一样非常清贫的生活 而是我们要懂得在太过豪奢跟太过菲薄当中取一个中庸之道 要能够知足地使用我们所需要的日用的生活资具 我们的日用品在不会过度的浪费 也不会过度的匮乏的情况之下度日 并且能够在过日子的时候 信守英国业力的规律 了解经营此生就像是在经营一个战时的旅店一样 我把它维护好也就足够了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运用此生而行善 为了要让行善能够没有阻碍 所以暂时上我必须要照顾好这个身体 必须要顾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 所以去知足地使用物资 其他过度的使用则是没有任何的需要 这就是了悟其他这些世俗的事物 义无所需的道理 就像我说的 你这就是什么事物 你这就是什么事物 你这就像是 当成的过程了 我跟你说什么事物 你这就像是 我都会想说 你这就是什么事物 你这就是什么事物 一定可以放口 有不去了哪路歧入 不正如哪路歧入 哪路歧入玄险 哪路歧入 嘛 呀 那你老齧 因為毛 Deus draw loving 下去過了些時至今是等會走傑 你呢瞬間亂會說它的 面子弄掉出,再這麼說 你們這些對待起來 還沒有共和民族 那在甘村上就叫做小孩要跟那一家人一起去 那是可以和那些人一起去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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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准备一些人,有些人不准备了 在这一部分,有些人不准备了 在这地方,有些人不准备了 有些人不准备了 他们不准备了 因为他们不准备了 勿阴沉黑暗面前淫 此处所讲的黑暗是一种形象化的辟语 它指的是缺乏正确的见 也就是当 有情缺乏了圣观的见地时 内心的状态处于愚痴当中 就如同身处于黑暗一样 在这样缺乏圣观鉴定的情况之下 就会虚妄的执着自我的存在 那这种自我的存在性就好像是 陷入了一场昏睡一样 完全睡得不省人事的那种昏睡 那么因为我们如同陷入了自我的沉睡当中 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往往就随着无际的念头而在做事 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浑浑噩噩的度日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的认识 在一种愚痴的状态当中 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自己也摸不着头绪 这就是一种如同黑暗一般的愚痴状态 如果我们去探查内心的真实状态的话 通常粗分来说 内心分为善的心念 不善的心念 以及无忌的心念 但如果按照护主 几天送宫他的观念的话 他说念头只有善念跟不善念 没有无忌念这种事情 他说所谓的无忌念指的是放异心 而放异心说到底就是愚痴的一种 他不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心念 那只是一种态度 几天送宫是这样子来说明的 那么就像是 米拉日巴他在十万道歌当中 对这个巴达做的教诫里面 尼玛巴达他对他做的教诫 就是说我们的心 如果具足亲民的智慧 具足亲民的剑的话 就如同明灯能够照破黑暗 他讲了这么一个教诫 那这个教诫的具体词句呢 是在十万道歌集里面可以看到 他就说了 透过实修我们能够与内心得到自在 与内心得到自在的话 就会晓得究竟的实相是什么 那么就能够不受无忌 以及放异的愚痴状态所转 这个时候心就像是明灯一样 能够照亮愚痴的 这个是在道歌当中他对尼玛巴达做的教诫 那么在世下发出质的社会 非常感觉 我们可以在宣传的村庄上 叫做货音 就是为他们的生意 そして在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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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绑 当你帮呀 你汪到了吗 咱咴 crust仔细的你 这样咱们没出来 78只钱iseen 肩炭 开课 这里 President 不然也可以穿 pit酷,少量插入了。 一会把 Łukun记住!' 那麽 JU 叫个鲜utz 这麽正は最高的一位 Nest rushing台湾的iper 应该 gracious 对非常薄火 在你自己的朋友一会和你一起去 我和你一起去 你一定要感受到 我让你去哪里 我看你都在一个人 在我想要去哪里 你都在一家里 我想要去哪里 你会想要去哪里 你会想去哪里 我给你走 我跟这个人爬 好 阿渠 我给你 Because 你去哪里 我 你会想要去哪里 以前我看的父母太少不了走 我一看上餐後夜 上餐的人 他们没有 打拼油 你的腿 原来被他让他去 杀出身体 对 他们是不是 理解垃圾 上厕所 偿套 这个路 都没有打电 所以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些人 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些人 此处讲到恐怖 他的意思是不畏恐惧 那么当然他的意涵是非常广泛的 通常世间人都有恐惧的 因为恐惧的来源是自我 就像是这个世间 他本来的意思就是一切的痛苦 跟一切的恐惧的所依 承载着痛苦跟恐惧的 那个东西叫做世间 所以世间人不免会有痛苦 不免会有恐惧 由于一切事物都是非常有的 他是无常的 他本性是苦的 所以只要不能够了解 无我的道理 世间凡夫一定会感受恐惧 只要自我的感觉仍在 我所值的感觉仍在 我们就身处于恐惧的状态当中 那样子的心态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无忌或者是愚痴的状态 就如同陷入沉睡的那种缺乏智慧的情形 比方说像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他如果拥有非常价值昂贵的财物 他在这个财物上面就会生起相关的恐惧心 他可能会担心别人把他拿走 别人把他破坏掉 别人把他偷走 别人把他抢走 这一切的担心跟恐惧心态 从何而来呢 他的背后其实就是自我在推动着 因为有自我 所以他执着这个东西 所以担心后续会发生的这些事情 所以从自我所发展出来的恐惧心 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 比方说像有些人他们修这个破旺身法 非常着重于修这个法门 也在实修上非常有心得 那他们有时候会交流一些经验 会跟我问一些问题 比方说很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 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无念的状态 或者是没有特别的想法的状态 那他们把那种状态描述成好像陷入了黑暗当中 因为好像陷入黑暗当中 所以他就产生了恐惧心 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只要我们的我仍然存在 那么恐惧的现象就不会有完了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几天宋公尊者 他在教研当中提到了 比起正行前行更加深奥的道理 所以前行更加深奥的就是应当要修慈心悲心 应当要修菩提心 当他在讲主修法门的时候 所说的主修指的就是菩提心 他说如果不修慈心悲心的话 不修菩提心的话 那么自我就会依旧存在 由自我而起的恐惧状态 也一定会相续不断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从慈心悲心 应当要从似无量心及菩提心下手去做修持 比方说当你对众生修此无量心时 因为想的是其他的友情而不是自己 所以在这当中自我的立足点就不存在 就好像说一个他积极为国家奉献的人 他能够做出非常勇敢的决定 是因为他心里面并没有把自我放在前面 没有自我的情况之下 他的心是永逸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是勇者 之所以会勇的原因 会没有恐惧 之所以称之为勇者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他人 他心里面有立他的想法 有菩提心 所以没有恐惧 因为有菩提心的情况之下 没有我之 所以是没有我之相应而来的恐惧心的 因此我们称这样的人叫做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内心的勇士 内心没有恐惧心的人 也就是说他怀抱着立他心 所以没有我之的情况之下 他一无所惧 因此称之为勇士 而我们是有我之的 所以我们会有恐惧心 而今天能够摧毁恐惧心的 恐惧心的大敌就是菩提心 就是立他心 所以拥有菩提心的菩萨 能够无有畏惧 他的道理在这里 所以这个畏惧恐惧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一种难以为我可以去找一种 美国的东西 可能会有东西 好的一种 必然是最终于 所以这种东西 是什么 因此 那种东西 在这种东西 自己的多数寒 这种东西 要是 那么 就是 有一个 如此 有一个 是 这就是那种生息的生息是居然。 然后你会正在洗补的动作地伏, 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增悉。 当我们说那种生活的流动, 这就是这里的主義。 然后就是吃了大一点的粮食文, 当我们的单独上是有和食物的了。 整個都會說 日本人都在那裡 他們都跟他們都做そうですね 在那裡 都被人都做了 他們原來都在日本 在地方都會做 住在地方 住在家 他們多次去坐 他們說 他所有的佩服 都會做 他們說 他們都會做 我们有点赞,我们有点赞,我们有点赞 夜之暴风狂坐背后追,真名阎罗使义 使义就是使者的意思,打右锤 此处提到了夜 他把它描述成在后面追着我们的狂风,意思是说 业力让我们不有自主,我们受业力所支配 因为缺乏政治正念,缺乏正念的智慧的缘故 所以我们被烦恼左右 在烦恼的支配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得自主 所以我们就要按照着自己所造的,所累积的夜 再度的进入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飘泊流转 这就是所谓的夜的风暴狂坐背后追 再来呢,什么叫做严罗的使者,他指的是谁呢? 我们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 累积的夜跟夜的习气促使了我们日后再次现前的轮回向 就是所谓的使者 比方说在世的时候,杀害其他众生,垂打其他众生 对其他众生做偷盗的这些事情 都是由我们自己自我中心作祟 所以做了这些事,当我们做了这些事 就会造下恶业,连同恶业的习气就累积了起来 那在中阴当中,这些习气就展现成为这些牛头马面的形象 这些畜生头的形象,或者虎的形象 比方说虎头的鬼族使者是否真的存在呢? 实际上它的来源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烦恼跟夜历习气 如同前一段所说的,只要我职没有消亡 那么恐惧的现象就不会终结 因为我们造了这些业,所以这些业就会陷起眼前的恐惧的景象 包括阎罗的使者的这些鬼族的形象 就会由我们的业跟与业相应的烦恼而陷起的 于是轮回就继续运作 ��도 конечно 恐惧的 лей时宣 therapy 它们把俗属救 没有 人家都有 跖滚 归以要失败的人 这些认为 就真的 Calendar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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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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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什么与这一道地说 都是促促促 興迠的地方 一程升内话 我们的监工 是 М 穆兴的地方 要想几个地方 但是 人生的祖类是如何向外的形象 我讲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情 我小时候有一些恶业习气 所以这些恶业习气就给我带来一些恐惧的现象 比方说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一些虫 就是在原野上会有一些虫子 我们总认为小孩子总认为这些虫子会咬人会伤人 所以就会害怕这些虫子就想说干脆把它杀掉 然后当时就杀了一只小虫 但是这样子的力量 这个心态在心里面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所以走在森林里面的时候 总觉得这个森林里面一定有那些虫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自己的床边看看有没有这些虫 睡着了以后还是觉得有那个虫就在自己的身边 好像就是噩梦缠身一样 就觉得那个虫一直在自己的身边 其实这个就是自己的所造的恶业 滞留着它的业力的习气 滞留在自己的心中所导致的结果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一种经验 这种文章是醉拥的 其实是什么 这些雇物在习气体里面的调整 这种人切了解来的 他在帽子里面倒一圈之後 彼著叫他瞧叫他瞧 人家在那裡叫做什麼東西 從他後來來一片子 brew他本來的銀行東西, geral面子給家的 現在叫完生想秘密的 迷路的山城 做到40塊閃左邊的地方 叫了 這叫生想 那 boat來自然吃了 從來自然太龍 去那兒 從來自然太龍 我反映了此外,比较为难上,员身上认识, 这就是两个人, 我反映了我, 我反映了我, 我反映了你, 这么说, 男人恶趣之苦,若虚长, 上师之也悲心诉故事恶道显地解脱其加持 前面那一句讲到了 如果曾经造下罪业的话 这个罪业在内心种下来 那将来他必定要赶得果报的 所以此处的虚长苦果是必然的 一定要长受这样的苦果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子 当将来恶业的果报要成熟的时候 那是极其难忍的 比方说像现在小小一点火星的热度 我们就难以忍受了 将来要受到恶趣的火焰的痛苦 那是多少倍的痛苦 那何能忍受呢 下面就说了上师之也 就是请上师以大悲心迅速地眷顾我们 那此处所讲的眷顾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 而起请上师呢 就是我们现在身处于恐惧的状态当中 就好像来到了一个爱口 来到一个显地 关爱这样子的地方 那么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恐惧 因为所造的业即将要成熟 在这个时候 为了要化解恐惧心 应当要意念上师 意念本尊 我们已经要感受了痛苦 如果能够从 藉由意念上师跟意念本尊的话 则能够摆脱恐惧心 所以祈求上师能够 以慈悲 以大悲心来救度我们 当我们心里面意念的时候 在意念上师跟上师大悲力的两种缘起 促成的情况之下 能够使我们从恐惧的状态当中获得救度 炼炼彦 烥爱 无处 战 其中 百�� Haz 联系 然后 奇 人 团 人 今 俺 � 叫他派いた不知道他在一起 vault本身的那些人 哈哈做的那些 影哲葉 我做的那些蚊子 有些蜘蛛的盆子 我來销售 我做的那些人 金子榮汪 美元鑽售 我有些人 我做的那些人 我不断下去 我做的那些人 大京即将大京的背景灯向ism而是 在背影世界小排门的地金 这个是幼稚圆设,大京七八亚圆设 香山七八亚圆设是幼稚圆设是幼稚圆形的 并不二两个像是幼稚圆设的 施忆作跟很多不同的作用 講解多些一種就是要想著一種,在岑 이쪽 sax的半ства,但然後有 counselor的一種。 是在日本的歪 specifically,你 kicks要 tomatoes strawberries движ有脍腿了抖腿了抖腿了我出發。 未來實在,這個 rhin evangelical批腿成작,你不能走有表 就是的是恨恨想 monte的 所以就是有一天就是 你 garchant你 就是那哈瓜子 可是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 我就是 那你会 提到你的 所以 那你 你真的是 那你 你不要 我就是 你 你 不是 你 你 而且冠我和你模特"? 冠你得贏你那就是一个词 因此,这就是冠你 我放冠你设定的发音 那我放冠我和你这么词 了解了 和你计划放在山上的地方 这里就是替我计划标的 但是要这个亚词 那就是我收到了 己过有如山高却内藏 他过仅为芝麻底又阳 这边过者是过失 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世间的角度来说是如此 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的 我们往往会 一味的去挑别人的毛病 看别人的过失 看到自己的全都是功德 看到自己的全部都是优点 别人则都是过失都是缺点 好像除了别人的过失以外 什么都看不到 除了自己的功德以外 什么也都看不到 但是佛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佛陀看到别人的过失的时候 他从别人的过失当中是反求诸己的 是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失的 比方说眼前看到的是他人的缺点 就晓得他有这样的过失 那我有没有这样的过失呢 就开始反问 我也有这样的过失啊 在我的内心相续也有如此的烦恼 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我自己心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烦恼 也有这样的过失 如此的辩查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为什么一个人会只看到别人的问题 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跟过失呢 这个问题就来自于我知 因为他缺乏智慧的缘故 他只有我 他我执心过于强盛 所以看别人都是问题 如果今天他具足真正的智慧的话 会真正的看到他人的功德 会看到他人的优点 就像是护主几天宋公曾经说过的 我们有绝对的理由要见一切众生的功德 而不要去见众生的过失 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层面就是因为 一切众生心里面一定有或大或小的慈心跟悲心 这是我们值得恭敬他们 值得见起功德的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是 他们的心的本性一定是有如来葬的 他的心本性一定是跟我们的心本性是平等的 是有如来葬 并且他们在外在是具有良善的心的 因为这些道理 所以我们对他应当要恭敬 应当要观其功德 而不要观其过失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就能够使自己得到解脱 得到释放的 应当要晓得 如果我们总是看别人的毛病 观别人的过失的话 这样子的态度只会遮蔽自己 如果我们总是看别人的优点 看别人的功德的话 就可以使自己获得释放跟解脱 看别人的功德跟优点 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我们的心会开 我们的心会感到欢喜 我们会愿意恭敬他人 我们的心会感到幸福 就像是花朵会绽放开来一样 所以吉天送公护主 他才告诉我们 必须要去观其他众生的功德 而不需要去看他人的过失 当我们看到他人的过失的时候 应当如同佛头一样 返求诸己去看 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过失 如果有的话 就应该要改过的 这就是此处所讲的 己过有如山高 却内藏 就是我们一般的状况 他人的过失就算小如芝麻 我们总是会去加以发扬的 当我们看到自己跟他人的过失的时候 确定自他都有这样的过失 所以对于自己的过失 要加以分析 晓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毛病 我自己有过失 所以我看他人都是缺点 所以在这样的权衡之下 什么样的状况 才能够真正对自他双方都有利呢 就是见他人过失时 返求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过失 然后见他人的功德的时候 就予以赞扬跟恭敬 具足这样的智慧 我们就能够真正做到 对自己有利 对他人也有帮助 如果真的要去分析功过的话 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分析的 就是提升 用程中处会订阅 无论的 我觉得有几岁凯赫 会运 carbon使之家所在 用程中处会 游客的照片 我们将看一切 看一切 用程中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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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 因为用程中处会 他以后 我让你会跟他在 我会跟他讲 他在 一陣子底下两大小小打 那一块就没有合作 那一块鈴回应更做 那只想去面对比较 那没人来说 那一块车上 割才有一些人的工夫比特别的报道 具体的是在一起 这样的我的家人的人 真是在监裔的 其实 ・・・ 比如我们以来的 这些是IR 保护的 但是又是在监裔 但是他们是在监裔的 那是很多antes大部分裡面裡面的食物,出手上盾 and全面下的那樣, bullshit,無論geb explicKe木,那你變成 Emma自我寶俱, に生彼岸彪更弱,我們無力的虎 Tyler去打電視, acamima的底下是她恩與常呐抵寧談 你在 Kebu Medic and liberty ihnen建 Presidential會被人人們 Walley 公告的是最快的 hotter1-2-1-1-7份八州 在參與這個黑洋地區裡面並不開 根部內弟兄 algún的所有認識 酷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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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人家 ,就是民主教士附近的地方 雖然学校 ,民主教士附近的地方 人家都在教育中 ,就好有采捷的地方 所以在土地的地方,地方有采捷的地方 但是,她ussa面等待了аз說 因為,她ола women 相比多 她說她的 manuscript 所以她會聽下來 那她沒放聲 她 nella分別 Rabb نے 看看她 czasu女了 她們已經這是一個 從現在她在忙 neverirl another 匹匹匹匹 来自 Millionen Sabb owl到飞麦了 所谓的秘密以及ają了 在这一连儿我們毫天对他生病了 他们为了他们的 Soumy 来生病人给了 communication 好像中共和我发现OME 一向都拍到了 如果他有个大优优独播剧场, 麻烦红柿 这一段时间, 麻烦红柿, 麻烦红柿 麻烦红柿, 麻烦红柿, 麻烦红柿 接下来看到 没有丝毫功德却自称佛徒举止异佛法 上师之也悲心诉故事 己欲我慢习除其加持 没有丝毫的功德 但却自存是一个良善之人 实际上名称上是空有修行人的名字 但是所作所为 我唯一都是不合佛法之事 愿上师能够加持 令我们的自以为是跟我慢心得到平息 此处所说的没有丝毫功德要怎么样理解呢 难道获得下满人生却没有丝毫功德吗 此处的功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此处的功德指的就是 由慈心跟悲心而获得的战时利益跟究竟的利益 因为慈心跟悲心的缘故 所以我们能够承办自立也能够利他 这样子的利益从战时的角度来讲 包括了人天善趣的功德 究竟长远来说这是解脱跟成佛的功德 这个就是所谓的功德之有无 那么接续的前一段所说的 我们总是看到他人的过失 这个毛病出在什么问题上面呢 出在于我们自己的慈心太弱了 悲心太微小了 我们的利他心太小了 我们的傲慢心太强了 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状况都是一派的过失 这个就叫做己欲我慢 所谓己欲指的就是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所讲的都是对的 自己的判断都是正确 比方说像有些人会自以为聪明的认为 这些某某上师善知识是何等的 就是何等的不适 然后就妄加批评 那往往这样子的人就是上面所说的 自称佛徒居指异佛法 也就是他空有这个修行人的名称 但只却道貌岸然所作所为跟佛法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你所批评的那个上师善知识 他们所宣扬的是什么呢 他们所宣扬的是真正具有意义的价值 比方说他宣扬耶利因果的道理 宣扬耶利因果完全是与于痴心相悖的 也就是说他在讲如何避免如何排除于痴心 这些道理完全是具有意义的 但是今天因为你的自以为是因为你的傲慢的批评 所以让本来信仰他的那些信众就失去了信仰的对象 这是何等大的过失呢 我们今天对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上师善知识做了批评 就像是一个就像有一条河阻断在前面 上面有一座桥可以让人在桥上往来通行 在河的两岸就可以交通往来 可是今天你把这一座桥给拆毁了 造成双方再度不能够交流 不能够往来交通 这个过失是谁的过失呢 当然是自以为是的自己的过失 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 他的傲慢心是如此的 他认为自己非常的博学 非常的有智慧 他是智者 所以他比别人厉害 自以为是的状况之下 对很多事情就动辄批评 对于这些高僧大德或者是上师善知识的立身的事业 也妄加批评 但是这样的批评到头来 他的负面的作用力作用在谁身上 实际上是作用在自己身上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磁心跟悲心 所以会去老是挑别人的毛病 看别人的缺点 如果懂得看别人的功德的话 就不会有这一层问题 今天就是因为缺乏了慈心跟悲心 就是缺乏了更宏观的视野 所以我们的自我中心非常的强烈 我们的傲慢心跟我们的愚痴心非常的强 所以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状态 都是别人的问题 都是别人的缺点 即便我们自诩为修行人 但是只是道貌黯然而已 实际上所作所为都是非法行 这边所讲的举止意佛法 指的就是所作所为唯一就是非法行 什么叫做非法行呢 我们应当从两种法规来看 非法行指的就是所作所为 就只是一味的世俗的行为 比方说在世俗的工作当中 人们是否从事某件事情 他所考虑的取决的要件在于 是否有利润 是否有工资 是否能够有一定的规矩 这是他在从事一件世俗的事物的时候 所考量的事情 但是从事佛法或者是灵性道路的时候 我们的追求并不是这个 我们的追求是 是否能够具有将来战时于人间善去 或者善报的果位 究竟是否能够成办自他而立 这个是我们在宗教的追求上面 所向往的事情 如此一来 真正的宗教信仰者 或者宗教的真正的实修者 应当是在承办自立之余 是以其他的 以他者的利益为优先 以利他为优先 所以承办自他而立 就像是一个人 他把自己的角色放低 把利他的心扩大的话 在成就他人 成就国家的同时 他自立也得以保全 如果一个人他想到总是自己的话 不管他在哪个地方 都会遇到很多的痛苦的 所以当我们在考虑 什么叫做非法的时候 不符合佛法或者非法的时候 就应当去想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 从初世间的角度来说 他到底合不合理 比方说 如果我们所做的所为 我们的思想取舍 是来自于对此事来说 从警救今生而言 也是不公允的 也是不公正的 从正法角度来说 也是不正确的 也是总是看到他人过世的 这个觉得说 入邪道当中 这个就是自我 自以为是的 我慢心的邪道 所以此处所要提醒上师的就是 让我不要那么 愿我不要有这样子的自以为是 不要这样子的傲慢 因为傲慢心实际上就是愚痴 因为傲慢心的缘故 所以会自以为是 所以希望仰仗着上师的大悲心 迅速的让我去除 因为愚痴所导致的 自以为是的傲慢 自以为是 常常生活不公允的 是 都我会被记住 那我以前就不公允的 都不公允的 但是我会敌来 不公允的 都不公允的 又不是 我认为 而是 从适计 真 Mehr无事 想不想了 我认为一年的白欧 这里不是没人 哪些语言 哪些语言 你是那些语言 非 order Zum literuel 상축用冲 上台財盆 post 低財盆 海的共多財盆 vivre 所以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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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其他人最佳的地方 在那裡的地方 我都在身上 我最初是還用興味的 我看到你 大家都 你 在那裡 我總是一碰 我那一碰 你做的東西 我最初的地方 我總是 提到我慢这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好像很具体就在眼前 你很容易观察到的事 而是它是从小处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膨胀而扩大起来的 那么这样子的我慢 这样子的自我中心 从世间人际关系的角度 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比方说两性的交往 比方说与自己的友人的交往 往往会因为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在处理这上面 因为你觉得功劳都是自己的 都是我做的 结果都是我所创造出来的 在这当中我慢心非常强烈 所以就会觉得我做了以后 我做了那么多 我付出了那么多 所以我现在感到疲累 那么又不受到 我做了很多 付出了很多 感到疲累 但是又不被欣赏 所以内心感到沮丧 那对方可能就会认为 你认为都是你做的 但是实际上我做的却被忽略了 一味的都是你在主张你所做的如何如何 可是问题就是在这个上面 双方都认为我做的如何如何 所以产生了矛盾 但是一个真正拥有菩提心的人 他不在乎这些事情 他不在乎自己到底做的 是多么的劳累 都是自己在付出 他不是这样想的 他想的是应当要饶益对方 应当要饶益别人 我所真正追求的是菩提果 我要的是菩提心 所以如何能够帮助到他人 如何能够帮助到对方 这个才是我所在意的事情 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 一切事物都变成了始修的一部分 那么所有的众生都成了真正要去侍奉的 要去饶益的父母 一切众生的事就成了自己的责任 就是自己责物旁贷 应当去做的 在这当中 在这样子的想法之下 我自我的 自我中心或者是我慢心 便没有存在的空间 就像是撒迦班智达所说的 当一个人的功德学问越少的时候 他的傲慢心就会越强 就是这个道理的 因为他缺乏真正的功德 所以才会自我膨胀的 那么一个不懂得菩提心的功德 不懂得菩提心的优 不懂得菩提心的优点的人 他就会不断地强调自我 一直想着我 如此一来 他的自我就不断地膨胀 所以希望诸位法友能够就这件事情上去多做分析 对自我或者是自我所造成的过失 跟他的后患多做分析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近的实修方式 非常有益的实修方式 他对于任何的人际关系 包括了家人的相处 包括了朋友之间的关系 包括了两 就是配偶之间的关系 交往双方之间的关系 友谊包括了亲子关系 或者说人在社会中的立足 以及人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都非常有帮助的 应当要晓得 真正糟蹋掉自己的功德 糟蹋掉自己学问的 往往都是自我中心 往往都是我慢心跟嫉妒心 这些事情不能够等先逝世 它并不是一件小事 他们最常的一些话 是按照完结的 一定要搖路沿门 但这些地毕竟都没有 不能在社会上 想要贴asm 就是这样的 快乐қ Ś 但是 Ouais 就好像一到了 成功或是三十字的 能力跟著 看過了一整那個 嘛一看就不知道 其實得多了 成功能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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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還роп強 連動了 相機跟你 從來 在來 一定是 當時 可以說 常常被折起到,我三個已進一步一直這是我 知道正在車輪川起來大橋也就在 在宗教徒当中佛教徒的修行者当中 也有很多有着傲慢心的人 比方说认为自己羞耻如何如何了 就好像不可一世 比方说我的咒语已经完成了十万遍咒术累积 那又如何如何了 但是如果在修行上面 你已经达到了那个数量 却对于自己的心的改变 没有产生任何的体会 没有真正的去调伏自己内心的话 那就说明了还有进步的空间的 还必须要再努力的 我们真正的去思考 为什么要修持本尊法门 为什么要念诵咒语 最重要的就是与本尊的名相 与本尊的名相横食不离 所以横食不离 与本尊的名相的意思就是说 自己的身口与三门 横食的都契合本尊的争议 也就是说到底口中念诵重要呢 还是内心的调伏重要呢 当然是内心的调伏重要 当我们的心受到调伏 我们的心跟菩提心是相应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本尊 当我们的心里面是有菩提心 是有利他心的 那么在外面的身跟口的表现 就会是利他的 就会跟本尊的争议是相符的 这个就叫做身口意三门 不离本尊的名相 这个才是我们修密宗的 本尊法门的最主要的用意所在 那么修这个本尊的修法 当然对本尊来说 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 执着相可言的 执着相的产生完全是 自己的自他分别心所造成的 我们之所以要领受这些灌顶 其实都是皆由灌顶来去 作为我们实修的开头 让我们去将自己的心 跟本尊的菩提心 跟慈悲心结合起来 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才去领受许多的灌顶 去做密宗法门的实修的 那当然从灌顶的功德利益 修密法的功德利益来说 即使一个人在领受灌顶之后 他完全没有做相关的实修 但是以密法的力量 欺世之后 这个灌顶的功德利益 也能够承受他的果实 有这样子的说法在 所以灌顶可以多受 法友们可以多次的领受灌顶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无妨的 但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在领受灌顶之后 必须要试着 让自己的心 跟菩提心 跟慈悲心相应 做到身口一三门 不离本尊的名相 而不要去只在乎 外在的这种修行 到底达到了什么样子的程度 不要去只顾 这个咒语数量的累积等等 我们在领受灌顶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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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